大家好,我是李柴 我帶來的專案是開放都市計畫 那今天是我第二次到大雙來 上面有網址,歡迎大家加入 說到都市計畫,其實我們在做的事情 我本身是都市掛老師 我們在做的事情就是 每個人都應該要先問自己說 自己家是在什麼土地上 是在住宅區、是在商業區 甚至是非都市土地 那每個人對自己家裡附近的空間的想像到底是什麼 那這個就是都市計畫本身的內容 那事實上我就是在過去工作經驗上發現 其實很多居民都已經進行空間 缺乏想像,反而是交給我們這些專業者 對空間不熟悉的來做一個商業的規劃 所以我才會想要提出這一個專案 那說到都市計畫,事實上每一塊土地都有 還有一本都市計畫書 例如說上面這個就是內部都市計畫的這個封面 那事實上這一本計畫書 它記載了說,所有跟土地有關的東西 包括這塊土地可以做什麼 這塊土地可以開發多槍 這塊土地必須要有多少的開放空間的使用 那建築怎麼蓋,建築的外觀什麼 甚至是整個城市的景觀 所以,事實上我覺得這個計畫書是非常重要的資訊 對於在於所有地方居住的居民而言 那這個是在我上次大宋提出的一個權力的關係 就是一個都市計畫 事實上不只是政府跟專業者的介入 更重要的是居民他們在地居住跟知識的經驗 所以,我提出了這個開放都市計畫的專案 是想要把前面所提到的這個都市計畫書的資訊 把它做一個類似資料庫畫的動作 然後讓開放讓大家來接觸這樣 那目前就是經過之前的研究努力 目前兩個坑 第一個就是技術坑 就是把目前各地的都市計畫書 都是以PDF的形式在公開 那我是想要說把它做一個資料庫 資料庫畫的動作 那在上一隻大宋有募集到兩位了 那他們現在已經有一個初步成果 那Github的王子在這裡 那目前已經寫了一個用Python寫的這個讀取PDF的程式 那傳出來的格式是滿當的形式 但是在讀取表跟圖的時候會有一些問題 所以是需要後續的加強 那再來就是網頁界面的一個對付已經做好了 那歡迎各位加入 那第二個坑就是路人坑 就是因為我在接觸過一些人的時候 發現大家第一個問我問題 都市規劃時是做都市更新的嗎 那這就是一句話進入都市規劃時的 所以我想說 或許應該成立一個類似危機百科 但是是關於都市計畫的資訊 包含就是計畫的評審是什麼 國內規劃是什麼 然後 但是我想要的一個形式是 大家都可以提問 大家都可以討論 但是大家都可以來回答的一個 類似為這百科的一個形式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